被这些明星的女王发言爽道 杨幂被花花吐槽 裤子太短 她这样说 每次穿太短了 真的 女孩子在外面还是得稍微 哎呀 然后下场会更短 被问到会不会把前任当人脉 杨幂你会把前任当人脉吗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人脉 我才是那个人脉 国语男朋友被抢这个问题 朱朱绝对是人间清醒 让给他 男人多的是 进行采访宁静 怎么拿下美国老公使 静姐泽云淡风轻零说 第一次我听看新闻说 你和保罗要结婚的时候 我说哎呀 您这个一下就把他给拿下了 我 我一下可以拿下好多人 我没拿 我没拿 当副首饵听到扎男说话 直接半戏回顿 追着扎男的 你告诉我 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得到的回答是什么 你挺好的 是我配不上你 就是因为你太好了 我才压力大 发现没有 他们也觉得我们没问题 是说达理 百里说一 优秀到让人窒息 所以才不能继续 那能怎么办呢 他说他不配 我们就说对 他说是他蠢 我们就说滚 爱他就是要相信 张迅被问怎么理解男人 他随口而出 当张领 被羡慕接连合作男演员时 羡慕我 应该羡慕他们吧 都跟我合作 刘飞被问 男孩喜欢什么 类型的女生时 这回答超爽 男嘉宾说 金星不了解他时 这回答超转 你还敢说 你是负责任的男人 你还是不太了解我 我了解你干嘛 我也不跟你过 秦海璐的座右鸣 半清色漏 那就是不求尽善尽美 但求为所欲为 居然感染张云起下不来台 分分钟让你下不来台 与其是很少上综艺 所以在综艺的印象 我可能会比较少 没事没事 其实我也没怎么看过 你的作业 你哪位啊 张莱颖堆起黑粉来 更是丝毫不留情 我以前相信 退一步海阔天空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或者是说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 我现在觉得 退一步蹬鼻子上脸